新竹市長高鴻安搭計程車開庭 一下車支持者們不斷喊話加油 高鴻安不發異語快步走進法庭 十號全日開庭高鴻安整天都得泡在法院裡 還得再度槓上綽號小兔的前行政主任 黃慧文 高鴻安的律師結問小兔 有問陳煥宇王玉文娟加班費嗎 黃慧文強調沒用捐字 是請他們退錢做公務使用 還透露陳煥宇要處理郭台銘 以及臺中地方黨團的事 坦言助理們常超時加班 小兔證實零用金 除了用在辦公室支出 有時候也會被高鴻安用在個人消費 像是洗頭餐廢買洪生送給中研院長 甚至購買他的著作面試郭台銘 拿去送禮用途 高鴻安馬拉松開庭 可能要一路到晚上 三名已經認罪的共犯接力作證 後續官司走向引發各界關注 一審宣判預計得等到七到八月 到時候也將影響到高鴻安 是否還能坐穩市長大位 三地新聞到達成林玉君 也將小組台幣從報道